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首先这一对母子党是余浩然 跟帅哥儿子韩靖 你好 好帅 儿子好像你是跟 好像混血了 跟外国人生的吧 其实不满您说是 但不要跟我老公讲 真的 你的爸爸在法国 接下来这一对看起来像情侣了 我个人是觉得是情侣 真的 我们来欢迎熊海玲跟超紫强 你最好外面认识的年轻男生 有这么帅 那当然没有了 你在美国待了多少年 13年了 你同学知道你妈是熊海玲 很多都知道 所以你同学说 你妈是熊海玲 当时你会觉得很丢脸 还是觉得 不是 这又忘情问一下 小时候你会不会很 你是很喜欢妈妈去学校 找你母姐会的那种 还是说妈你不要来好了 因为你一来我觉得 同学都在看 我从小就是比较抗拒 就是 别人就是比如说介绍 我都是先 她妈妈就是熊海玲 我是个人是比较抗拒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还不是很 不太喜欢别人知道 其实 但是后来年纪比较大 知道了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就是翻白眼都翻 都翻了很多 从小翻到大 就是宿命嘛 不然怎么办 什么宿命 你妈是爱的羽毛 这样 那你没有同学说 你妈长得好辣好性感 当然有 就是以前小时候会觉得说 就是看了28年都习惯了 你知道吗 但是久了 就是年纪比较大 发现妈妈其实到这个年纪 才保持这样 其实还蛮一塌为荣的 真的 熊姐说你跟子强 就是你生完子强的时候 立刻就忙作秀 脾气比较急 所以你对子强 比较没有耐心 算演艺圈的虎妈妈 其实不是比较没有耐心 而是说因为我 我20几岁就生她 我算是演艺圈找婚的 然后我又要作秀 我生完她以后 我才真正疯狂作秀五年 然后我又没有行什么人带 就是平常有时候就 因为奶奶住隔壁 有时候交去给奶奶 然后我做完秀再把她接回来 所以有时候带带带她要上班了 我就赶快赶快赶快 所以就变成说 我是又要当职业妇女 又要工作 然后又要看小孩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 就是她在幼稚园的时候 叫她起床 因为她快 幼稚园 幼稚园 很小 很小 然后我叫她起床 赶快就问她我要工作 对 我就说 强起来了 她就 我说强起来了 她又说强起来了 我讲第三声 她就弹起来了 她那时候想一想才幼稚园20 中班的时候 那你打不打孩子 你小时候怎么打 打 打吗 当然打 真的假的 拿什么打 什么都可以打 是 能拿到什么打什么 是真的抽下去那种吗 当然抽啊 对啊 而且我发现他们就是做妈妈 他们还互相会 还会交换武器你知道吗 有吗 就会发现这藤条很好用 下次用这个 这皮带还蛮顺手 下次用这个 什么拿起来用什么 之类的 有吗 对啊 浩然你们家打不打孩子 我不打孩子的 她很少打 孩子会打 哪一架 对啊 我很少打你 哪一架 一架 你们用一架对不对 我哪有用一架 我们家也有用一架 她用一架 然后我爸是用齿 真的 真的 现在没有要妈妈们讨论武器的时候 对啊 那怎样 就你妈 你妈对你管教很严吗 在哪一方面 功课还是 以前是功课很严 但后来我看她也放弃了 因为功课真的太烂了 我这么严你才这样子 对啊 那我如果不严呢 请问就是熊姐她的要求是你要怎样 考前三名 以前 就是在台 我觉得在台湾大家都一定要前启名 所以以前考试都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发现自己真的不能念书 那就运动好了 但是 她运动蛮强的 是 她在五六年级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你们校运会还是什么 台北市的什么比赛 对 台北市比赛 就是小时候蛮常代表 学校参加这些比赛蛮多的 很优秀啊 好不 说然后她还喜欢 就你还喜欢弹吉他 以前 国中的时候开始 就后来熊姐你做了一个 妈妈最烂最坏的示范 什么 就阻止她弹吉他 我没有啊 我还买一个吉他给你 就买给我之后阻止啊 对啊 她 以前因为不喜欢念书嘛 国中开始就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念书 反正念也念不好 但是不要念 然后就弹吉他弹吉他弹吉他 然后可能我妈妈 在我妈妈的心中还认为 念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她就 就有一天我接到我吉他老师的电话 她就跟我 她就跟我讲说 应该要以读书为重这样子 先把书读好再来弹吉他 就后来被我发现是 我妈妈私下打给吉他老师 就是叫她来劝我不要 花那么多时间在吉他上面 对你去 有这种事哦 所以后面就两边都 手中算了 兄姐 不是 我还去帮她找吉他老师 是信乐团那个吉他手吗 对 是不是她那时候 她真的把太多时间花在所谓的 这算是一种才艺 或者是算休闲 就是说比重上面不对 所以你才打电话给老师 我希望就是齐头并进 不要只是钻在吉他里面 但是我并没有反对她学吉他 真的 她还不错 她国中的时候还台上自弹自唱 然后在美国高中毕业的时候 她也是自弹自唱 还登在报纸上 那很好 很优秀 她的歌唱还不错 真的 那现场来一首好了 你今天男的配 你妈上节目 你这辈子就让她爽一下 让你妈知道说 当年只是我不想继续 过两天 你就已经投入别的女人的怀抱 她已经没人要了 你知道吗 你今天给她爽一首 快点 要不要站起来 运气 歌短短的 好 来 来 好 死了都有爱 不历历 今次不宠快 这个 一种毁灭心开在 你知道吗 如果用素人的标准来看 这已经是很放得开 而且很能唱的 你不要讲素人了 你总是说 她妈是熊海玲 都说熊海玲可以生出儿子 这么有才会啊 真的 真的 很高 很高 不容易 而且她超有胆识的 要她唱她就唱 她以前假日都会跟我们出去 然后到我二的时候 她有一天突然不跟我出门的 那我刚开始想说 那熊姐 就你跟子强 你儿子你们好像 有过一段时间是常常会吵架 是不是 相处上 非常难相处 你到几岁的时候开始就不听你妈的 想跟她反应 其实从小 从小就比较跟她的歌姓很容易杠在一起 其实蛮多 就是那年龄层就包括那时候参加校队 然后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很多事情觉得跟妈妈根本没有办法相处 就干脆不要回家 都不要回家 对啊 因为台湾念书本来就是早上7点就要出门 然后回家补完席 回家也大概10点11点 所以其实见到的时间你就非常少人 你是拗什么 你觉得你妈管太多 还是你觉得你妈不了解你 还是 就喜欢的东西跟 就自己喜欢的东西跟 父母希望你做的东西相差太远 对啊 就很难沟通这样子 我真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真的 但是现在 熊姐 你原来是觉得说你儿子应该是 念书念得很好 其实也没有 你希望他念到台大就是了 没有 其实我们家还算蛮开通的 我讲真的 但是总是 基本的 基本的书还是要念嘛 然后补习的时候我有去接你啊 你记不记得 但是就是不喜欢补习啊 其实我在功课方面并没有管他太多 只要把功课写完 至少要写完吧 你可以每天不要教功课嘛 你标准有这么低吗 真的蛮低的 那你妈标准这么低 你为什么好反抗呢 只是把功课写完 对啊 这么低的标准就是还是做不到啊 写功课太难了 我还记得国中的时候有一次 他回来很沮丧跟我讲 他说妈妈 很奇怪 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把制服衣服都放外面 为什么教官只抓我一个 他就很闷 然后我没有去过学校去找过老师 那天我就跑到 同行去找教官 因为你妈是熊海玲啊 你以为熊海玲了不起啊 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很了不起 后来我就去啊 我就跟那个教官就谈了 我说紫强心里有一点受伤 他就为什么抓他一个 你知道那个教官怎么讲 哎呀 因为他在班上是头头嘛 我只要先抓了他 杀鸡儆猴 其他同学不就跟进了吗 我回来就跟他讲 我说教官是这样讲的 他才释怀的 你们就从紫强小时候 这样一路很容易杠起来 大家会吵到水火不容 你们都是谁跟谁先示好 会道歉吗 紫强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要不要这样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绝对不道歉 他这一辈子从来 以最近这一两年不算 他以前就算小学的时候 跟我怎么杠 我生气 有一次他跟他弟弟 他跟他弟弟超级恐怖 你们绝对世界上 没有看过这种小孩 我都差一点要带他们去看 是不是过动了 他们只要睁开眼睛 两个人就斗嘴斗嘴 然后就打架打架打架 兄弟两个 两个 很恐怖 然后他暗算他弟弟 对 有一次呢 我厨房在地下室 我就听到弟弟说 妈妈 哥哥打我 我一上来我儿子 我儿子就说 我也没怎么样 只是弟弟刚经过的时候 我就把脚这样伸出来 他就跌倒了 那他跌倒了 他还会怎么样 看到我上来了 弟弟你怎么样 你怎么哪里受伤 他更先啊 真的 从小兄弟就喜欢互相暗算 这样子 真有趣喔 来 我们从星座来分析 所有的爸爸妈妈 大家都可以来听一下 哪些星座组合的亲子党 就是属于水火不容的 一见面就容易吵起来 但是也有一种组合是 好亲好亲密很贴心的孩子 我们来看这一组呢 就是水火不容 一见面就吵架 像冤架一样 所以生孩子呢 在瀑布场或什么 还是要看一下星座 然后呢 亲密贴心呢 那就是好像生来 就是来还债的两个 就像前世的姐妹或兄弟一样 我们来看水火不容呢 第一款就是 看好我们今天有一个 处女搭射手 这个就是越讲越生气 处女座呢 它是这样子 假设你犯一个错 浩然处女吧 对 他射手 他一定要让你知道 这件事为什么错 比如说乱丢垃圾的错 是有三大点 他一定要把这三大点 讲清楚 讲明白 那当然讲到第三点的时候 忽然发现很生气 所以又延伸了八小点 跟六大补充 会有这种状况 那射手做事呢 刚开始讲一讲一讲 如果讲赢就好 讲输的时候 射手做就更小的心怒 他就说我不跟你讲了 反正都是你对啦 你都压我啦 是不是之类的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吵架讲话 会生气的这一种 真的 韩靖你在家里 你觉得你跟你爸是一国 还是你跟你妈是一国的 都我自己一国 对 他真的蛮我笑的 我妈有事就会骂我 如果讲不赢就会找我爸 那你爸会骂你妈 我爸 如果我妈找我爸 我就搞定去房间不要讲话了 你爸会骂你吗 不会骂 可是他讲话也是很烦 就是他们两个讲话 都是会一直讲一直念 比较啰嗦的 对 念不停 你爸不会骂你 射手很怕这种 比较不会 对 因为加上说射手做的人 其实他有一些 自以为是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 对赢女座来讲就是歪理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是越讲越生气的 那第二款呢 摩羯搭天蠍 靠我们今天有个摩羯天蠍 这个是脾气硬碰 两个人脾气都是很不容易 真的 两个又算吧 对 还好两个不是夫妻 不然肯定就是吵不完 那以父子或母女 各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说摩羯座的要求 天蠍座会努力做到 但他心有不甘 摩羯 然后天蠍的要求 摩羯也是不甘 所以这两个呢 他们习惯性就是用沉默 来代表一切 然后最后呢 用实力来证明 这件事情是对的 博恩老师你看一下 那个超子强 我们看他的盘是很天蠍 其实基本上熊姐 可以不用太担心他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 狠角色之类的 对 自己会有一个分寸 对… 天蠍座不至于做什么 太多的坏事情 或对自己不利的事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其实他敢做什么 我觉得他很好 你从小看他暗认他弟弟 你就知道他是有蠍子 他不在身边 他不在身边担心 我跟你讲 其实天蠍我还满了解 因为他爸爸也是天蠍 所以我觉得 我儿子的个性 有他爸爸的个性 然后还有 其实很多硬的部分 很像我 因为摩羯的人 因为我又欧嘛 蛮硬 他其实这一部分 蛮遗传我的 对 但是我们两个呢 其实也蛮配的 其实牵蝎跟摩羯 那这种就是说 像你们是相处还不错 有些相处不好呢 他可能其中一个 他就干脆离家出走 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 再怎么苦 也不跟家里拿一块钱 然后到最后 功成名就才回家 就属于这一种类型的 那另外还有一款 是狮子跟双鱼 这个就是完全不沟通 通常两个人 在炒开之后 就是会有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这时候两个人 会有不同想法 比如说双鱼座会觉得 既然狮子在生气 那我过年不要回家好了 狮子座会觉得说 什么 你连家都不回 是不是没把我看在眼里 所以两个想法不同 那双鱼座觉得 你讲话那么烦 所以我把房间门锁起来 这样也不见为敬 你不要看到我就生气 但狮子座觉得你锁门 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 所以这两个 完全没有一个逻辑是一样 常常就会不道歉 不沟通 然后越拖越麻烦 锁门就算了 轻轻地把门带上就算了 然后在狮子座一听了 锁门那个 哒哒的声音 就撩空了 对… 上锁 可是双鱼觉得说 我跟你讲道理又生气 那我干脆不要讲 但是觉得说 你怎么都不讲也不回家 这就是不尊重老妈 这样也不行 可是… 可是对不起 摩羯跟天 像我儿子是打死不道歉的那种 是不是这样子 打死不道歉 那时候他跟他弟弟 他觉得他没有错 对 他跟他弟弟 就算我气到把门关起来 在我房间我大哭 弟弟走进来就说 妈妈 你不要哭吗 我以后不敢了 然后他走进来 一看到我哭 你知道他讲什么 哎哟 干嘛要哭啊 很丑欸 其实他这个话 已经是向我道歉的 对 但是 他打死… 但话再讲回来 你摩羯 你熊姐 你有跟你儿子 道过歉吗 我都行动啊 我不会讲对不起 但是这几年会 这几年其实我 我跟他杠起来 有一次杠得很厉害 他回美国 他不接我电话 后来我就用传简讯的 是妈妈其实很爱你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有说对不起 亲口说出来吗 有没有说 他都会买东西讨好我 所以咯 大家都一样咯 就是在照镜子 如果你想听到她说对不起 你也开始要练习 因为妈妈也没有永远对的 她现在会耶 因为其实我 我只要听到对不起三个字 我会非常就是会马上就心软 跟我一样 对啊 对不起了 好 没关系 现在太假 太假 小亲了 你们来 老师 好 那我们来看 这边是亲密贴心组 就是在一起就很甜的 比如说天蝎搭双鱼就非常的好 然后天蝎座常跟双鱼座 不管是谁当父母 都会偶尔食一点苦肉鸡 例如妈妈为了你曾经受了什么苦 这一套对彼此都有帮助 所以他们是非常贴心 都会记得对方呢 要感冒 多穿衣服啊 平常喜欢吃什么啊 带点零食给他啊 这些都是这两个星座非常会做到 所以这组是蛮好的 另外还有一款呢 双子跟天蝎呢 是完全不像妇女 他就是一直聊天八卦 就是说 妈 那个男的好帅哦 他屁股好翘哦 这两个口无遮拦的星座 在一起呢 当父子啊 妇女啊 或者是小孩跟那个关系 都非常的融洽 所以而且彼此呢 他们不演假民主 有一种妈妈很喜欢说 来来来跟妈妈讲 讲完以后又碎碎念 假民主 但双子跟天蝎这种父母 就是讲了以后 他真的就虽然心中犯底估 他真的不会去干涉对方 还算蛮民主的一个组合哦 另外呢 巨蝎跟处女也很好 他们是会制成小圈圈 通常巨蝎跟处女 不管谁是父母或小孩 都会很黏对方 内心很依赖他 所以假设巨蝎是小孩 他长大以后呢 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妈妈 所以什么事情就回家找妈妈 然后要做什么交男朋友的决定 也找妈妈 那如果处女是小孩呢 他最要好的朋友呢 也是巨蝎做的妈妈 那如果是父母的话呢 他也是要买衣服啊 或者是要束苦爸爸的事情 也都找对方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朋友 就是喜欢呢 跟对方做最要好最贴心的朋友 常常什么事情 就是要父母决定 或是小孩决定 两个像姐妹套一样 或者像兄弟啊去买东西 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这种很甜蜜的 如果你的房门对出去 刚好如果是小孩的房门 对到父母的房门的话 表示说小孩比较容易会有一些 叛逆的讲话比较容易 就是涨上风头这样子 那我们就建议你就是说呢 郭浩然 说你儿子这个性格 说也不像你 也不像中平 他叛逆起来也是 那我一直觉得说儿子从出生到六年级 都是跟我这么贴心 对不对 到了国中之后 人家就跟我说 男生到了国中会有叛逆期 那我那时候认为不可能 因为我儿子跟我这么好 就到国二的时候 他有一天我就发现 他开始不跟我讲话 然后他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他都出去 他很少会在家 不讲话是有原因吗 你们有吵架 或者是突然间就没话说了 然后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跟你说我很累 然后回到家他就是锁门喔 然后有时候你水果切了去敲门 他会跟你说我吃不下 你都送到房门口 不是啊 因为国中 我国一都还可以跟爸妈 到国二之后 我国二国三的时候 那时候要鸡策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一到五就是在学校上课嘛 然后 你不要把你叛逆都归到念师 还没讲过 还没讲过 对 好你讲 然后 我要讲什么 激测 然后 激测 所以我放学就是会去补习 不然补习 然后就可能补习回来 九点五十 十点半到家 那到家之后你会很累 那你也不想吃东西 因为你补习前就吃过了 你回家不会想吃那么多水果 那因为我本身也讨厌吃水果 然后我就会 回房门 然后可能洗个澡 或是换衣服 然后锁门 那干嘛锁门呢 没有 我睡觉又锁门 因为我妈她们 也就是我有一种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 你没有必要 他们有时候他们说 以前你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都是妈妈陪着 不是… 问题是妈 你也不要每次人家 现在已经长大 半夜摸到儿子的床上 把被子掀开 趴进去这样 这样妈妈很恐怖好不好 你觉得你会不会干过的事 青春期的男孩 已经有她自己的小世界就对了 而且妈妈也很想了解说 儿子现在到底长怎样 对啊 不会啦 不会啦 这个妈妈可能会 我会 我很爱看 笑 以前假日都会跟我们出去 然后到国二的时候 她有一天突然不跟我出门了 那我刚开始想说 可能这礼拜忙 到后来两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她都没有再跟我出过门之后 我就进去问她说 你怎么现在假日都没有 跟爸爸妈妈出去 她说现在谁 她说我们这种年纪 跟爸妈出去是很丢脸的 不是丢脸 就是到国二国三之后 会比较有同学 因为比较熟之后开始约 那因为从国小就是跟爸妈出去 到国中之后有一个就是 新的朋友 然后会就是自己朋友出去 那感觉不一样 所以慢慢你就会变得比较重于朋友 然后因为一到五不能约嘛 所以就是六日跟朋友出去 就比较重于朋友 不能约约一天吗 就是说你可以把礼拜天留给 其实很想约约一天 爸爸妈妈 可是都被遇到两天 你怎么说 你这样 对啦 对啦 不是 我们好多一长大了 我可以出去玩 你干嘛窝在家里 对 浩然 那你就是说其实 青春节不是一天两天 对不对 那后来你怎么解决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每个妈妈 大概都知道儿子会吃哪套 你懂吗 我儿子就是心很软 他吃软不吃硬 然后有一次就是 他已经一两个月都跟我 很少讲到话 也没跟我出去了 我就想说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 进房间跟他聊聊 然后我就进他房间 然后我就跟他说 韩靖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月 跟妈妈讲话讲不到几句 我讲到这边 我就开始哭了你知道 那妈妈就很不撑头 那当然有一半也是想说 用眼泪来 感动他 然后我一哭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算了不要讲了 我就出门了 我就回房间了 然后我也没跟他讲话 那我就很清楚他的个性 他大概隔了几个钟头 他就进到我房间 他就装没事 然后说你在干嘛 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会冷冷 我想说既然要演 也要演 演个一两天 也要演个一两天 我就这样